乌克兰常驻联合国代表基斯利茨亚 15号谴责俄罗斯在乌东地区组织俄总统选举 他表示根据国际法 这一类选举没有任何效力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 也对俄罗斯这一行为表示了谴责 并称联合国坚定致力于维护乌克兰主权独立 统一和领土完整 15日乌克兰常驻联合国代表基斯利茨亚 联合美国 欧盟等多个国家 在联合国谴责俄罗斯在乌东地区 举行俄罗斯总统大选 基斯利茨亚表示 俄罗斯正在乌克兰的顿涅茨克 卢干斯克 扎波罗热和赫尔松地区 举行俄总统选举的投票 未经过乌克兰同意 这个行为无视了乌克兰的主权和领土完整 乌克兰认为根据国际法 此类选举没有效力 我们在强调的证明中 俄罗斯的缺乌军 乌克兰还呼吁过 国际社会执行此前联大 在紧急特别会议上通过的决议 这份决议要求不承认 俄罗斯在乌东四地的公投结果 俄方曾经回应表示 这份文件是处于政治目的 且具有挑衅性 因为他无视了乌东四地公投的投票率 百分比和外国观察员承认公投等事实 对于外交解决乌克兰危机 没有积极作用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 当天也通过发言人婚姻表示 对于俄罗斯在乌东地区举行大选投票 表示强烈谴责 他重申联合国致力于维护 在国际公认的边界内 乌克兰主权的独立 统一和领土完整 凤凰卫视陈英谦江广复 纽约联合国总部报道